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急性脑梗死指的是突然的脑血管发生堵塞以后 引起脑组织的坏死 我们就把它急性脑梗死 其实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 包括急性脑血栓形成 除此之外呢 还有急性的脑栓塞 它最后导致的这种最终的结果 都是脑组织的坏死 我们把它叫急性脑梗死 范围比较大的话 可能有一部分病人还会出现头部舒服 甚至有些病人出现一时障碍 就突然的不知道了 所以呢 就是这个病呢 其实给我们老百姓的健康的话 造成很大的影响 也给国家或者是个人的家庭 这个经济呢 也带来的很大的负担 这个经济呢 也带来的很大的负担 这个经济呢 也带来的很大的负担